好,下面几点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是比较有趣的,也是经常犯的几种思考方式,那我们一一来继续解释吧。 好,第五个,叫做规模错觉,当你看到一个数的时候呢,很多人直接进行大脑反应,然后做出各种推断,那么这本书提到,当你看到一个数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对比,或者是比,不然单一的一个数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说我们说,感染人数是10万人,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问的是,这个城市的人口是多少,或者是这个国家人口是多少,这一片地区的人口是多少。 那么10万呢,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如果单说是10万,其实对这个病的感染的能力等等,会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错觉。 所以这个称之为规模错觉,当你看到一个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去问这个数,跟这个数相关的一些别的数据,从而让这个数据更有意义。 这本书还提到一个叫做二八原则,意思是,如果你得到了很长的清淡读书,那么不论是做死亡分析,还是收支分析,还是病情分析,还是病因分析,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最重要的80%在哪里。 所以你应该关注其中的80%,而不是挑某一个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进行这个讨论。 那么我们讲第六点,第六点就是叫做以偏概全。 有些事物不能推广到更多领域中,要学会不断认识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不要假设自己是大多数人。 这个其实太多人犯这样子的问题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觉得,难道大多数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 或者说我其实跟大多数的人都一样,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或者是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有时候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民族主义的国家,在这里呢,我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家庭下成长的人。 我会发现呢,原来我以为我是大多数,然后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其实我是少数。 包括我的很多想法,我的很多行为,我每天怎么吃早饭,我每天什么时候洗澡,我的作息是什么样子的,我喝一些什么东西,我的很多思想,我认为我所认同的价值观。 其实这些真的不是跟大多数人一样,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要老认为自己是最大众的,最一般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少数的,跟你一样的人其实少之有少。 在《以偏概全》里,作者还提到,确切地认识大多数,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或大多数的案例都属于这一种。 那么我们在使用大多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多数指的是51%还是99%。 所以这些莫棱两可,比较模糊的话语中,如果我们想提取到有用的信息,一定要搞清楚,比较确切的比例,会让你帮助你对事物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以及会让你跟说话的人有相同的规模的理解。 作者在第七点中讲到,有很多人认为是命中注定,那么世界在变化,有些可能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变好。 但是呢,作者提醒大家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要记住,缓慢的改变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滴水传识。 好,我们再讲第八点,叫做单一视觉。 当你拥有某种专长的时候呢,你总是希望能用到它。 比如说,你有一把锤子,你便认为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但其实这样做,会让你看不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比如说,数据,药品,民主都不是全能药。 那么在这一点,我们讲一下这个民主。 那么,很多西方的这个专家,学者认为民主是万能药。 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民主,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变好。 很多人都会有,很多专家都持有这样子的偏激的想法。 比如说,我自己是学数据分析的。 那么,当然我知道数据的重要性,我也知道该怎么分析数据, 怎么能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但这也不代表在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有时候,其实别的方式,比如说不一定从数字里找到结论, 我们可以去跟当事人聊一聊天, 我们去采访不同的人, 可能在这些非数字的信息里能带有更多的价值。 那么,所以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所拥有的,所擅长的能力, 和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 那么这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呢, 要分清楚自己有的能力和解决方式的方法, 自己所擅长的解决方式的方法, 和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所真正需要的方式方法, 我们应该分清楚这两样, 以达到有敌方式的目的。 那么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有医疗专家呢, 往往会执着于某一药品, 比如说美国自由民的ASP0, 执意想推广到一些贫困的国家, 觉得这些国家要有这个药品, 那么他们一定能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等等。 但其实这些国家, 贫困国家所需要的不是ASP0, 而是完整的基本医疗体系。 那么你把钱都花在这个持经推广ASP0上, 而是没有放在真正他所需要的上面的时候, 这可能会损失很多精力和金钱在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 那么为了防范这种单一视觉带来的这个不理智的思考方式呢, 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 首先要想指单一视觉, 必须要有一整个工具箱, 而不仅仅是有一把锤子。 检查自己的想法, 不要觉得自己对自己专业外的领域也是专家, 我们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关注数字和事实, 当心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法和一概而论的说法。 好,第九点,归咎他人。 当有坏事发生呢, 常常认为是别人的错, 当有好事的时候呢, 经常觉得是自己做得好。 那么为了防范呢, 我们应该去寻找原因, 而不是寻找坏人, 寻找系统, 而不是寻找英雄。 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太对了。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场上, 我们经常会容易怪就某一个人, 因为他哪个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我们整个项目都坏了, 或者说因为他这个人懂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地方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成功了, 那么他就是英雄。 我们真的不应该去这么做, 我们应该想一想, 是什么系统造就了英雄, 是什么系统导致了这样子的错误。 那比如说在工作中, 有一个人出现了失误, 导致客户流失, 我们习惯说那把这个人解雇好了, 这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吗? 貌似不能, 因为可能还有第二个这样子的人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退一步去想一想, 如何避免产生这种人。 那么一个好的措施就是, 除了让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以让多个人进行监督检测, 比如说这个人输入了一些什么数字, 或这个人做了某项目工作, 可以让另外两个人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工作, 或者说这个人出错可能是因为工作效率, 可能是因为公司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太疲劳导致的一个小失误的, 可以来通过调整公司的工作时间长短, 来减少这样的事件发生。 所以呢, 我们在每一次遇到问题, 找原因的时候呢, 都应该努力理解事情发生的背后的系统性根本原因, 而不是去找某一个人, 因为我们一旦找到这一个人, 很容易停止思考, 就不会想更深层的原因了, 因为往往真正的根本原因, 在更深层的地方有。 好, 最后一点, 第十点, 叫做情急生乱, 我自己也太有体会了, 这点说的是呢, 事出紧急的情况呢, 会阻碍我们的正常思考, 从而产生过激的行为, 那么好好想想, 上次出现紧急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有点草率和过激呢? 情急生乱会让你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性, 妄自下结论, 容易把事情往好想, 或者是往坏里想, 比如说男女朋友吵架, 那么在吵架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在吵架, 但吵着吵着, 因为你很激动, 血压也很高, 所以很容易把事情呢, 很糟的放下去想, 想起以前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所有对你不公的地方, 然后你就觉得不得了, 我这样再不能下去了, 我必须要跟他再见, 等等, 那么这些情况呢, 都属于情急生乱, 你在很紧急的时候不能做出一个理智全面的对事物的一个了解和分析, 为了防范, 作者建议首先深呼吸, 坚持了解基本准确的数据, 警惕偏见的结论, 对多种情况都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不要只看最佳或者是最坏的情况, 坚持了解事实, 小心过激的行为, 通常循序渐进的方案呢, 要优于大刀阔斧的行动,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对这本书的十大原则的总结,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我们下一期读书频道再见吧, bye guy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